红学们好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 我们实时做出来 具有那个自动运镜功能的程式码 我们就是从远端跑过去 当我拉得够远的时候 再往天花板飞过去 这一个奇怪的录影的轨迹 在录影轨迹里头 我们刚刚做示范里头有讲 我们利用Timer计时器 去调整眼睛的坐标 当眼睛够大就再改外的坐标 做出这个全部的运镜 那所以我们只要记得 注册好Timer函式 我们只要记得注册好 Reserve函式 这个已经注册过了 Motion是滑鼠拖椅 我们现在没用到它 去改眼睛的看位置就好 就可以做出运镜 可是如果我们想播点音乐怎么办 那我们跟大家讲 老师在部落格里头 教大家最简单的播音乐的方法 Mood有教Timer Audio Dance 这一份文件 我把这份文件贴到我们部落格里头去 在这份部落格里头 有一个网址 他教你最简单 播MP3的方法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档案下载下来 放在我们的Coldbox里头 只要写第一行 第一行做的事情 Include Include 在这里头 有一个.h档案 有一个.zip档案 我把这个档案开起来 让大家看起来有点感觉 之后呢 下载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程式码拿出来参考咯 程式码只要做两个对应 我们就左边看参考 右边自己写 左边看参考 怎么参考呢 参考就是第一个是Include的这一行 在右边 右边 左边是做参考 右边自己写 左边做参考 在他程式码里头 有一个.h档 要用它 怎么用它呢 有个范例 这是它的范例 用范例办法 第一 Include它 第一行 第二行 宣告一个物件 然后呢 播 读进一个档案 音乐档案 然后呢 有需要的时候做播放 或暂停 停止或暂停 我们就可以播音乐了 重讲一次 Include的地方 准备好 复制好了 就是它 第二个 我们需要宣告一个物件 CMP3底线MCI 它的意思 它命名原则是C代表class 它只是自己发音这个名字 你就写 CMP3底线M DCMP3 一个class是MP3 使用MCI功能 所以叫我的MP3 有个东西是我的MP3 我的MP3做什么事情呢 要读取我的MP3 所以要读取我的MP3 我们准备读取 什么时候读取呢 在初始程式码 Main回宣之前 就读取个MP3 底头参数呢 假设我们取个档案名称 我们找一个很有名的音乐 我也不知道什么音乐是有名的 MP3可以播啊 没有耶 尴尬了 随便找个MP3吧 比如说我就Google去找MP3 Download 去找一个可以download 可以downloadMP3吧 这个可以哦 不错太好了 转换影片太好了 就是它 或者是我们拿刚刚的这个YouTube的影片 游戏王实际战斗 影片偷干它的影片 看可不可以跑起来 转换影片 变MP3 哦 我忘了讲 如果那个影片有版权问题的话 它就不让你做下载 如果有音乐问题的话 它就不让你下载 所以这个目前坏掉 坏掉就算了 我们就找一个随便可以用MP3 随便啦 给我个MP3就好了 假设下载好了啦 下载成功了 我就直接写了 假设你的档案 就叫做那个music.mp3准备好了 就在这边写下去 然后呢 你可以做什么事 当我现在 那个按一个按键的时候 我就播MP3 所以我可以怎么做 我就加个keyboard glutkeyboard的函式 选一个keyboard函式 keyboard函式里头 做的事情就是播MP3吗 voidkeyboard unsi gnet onsign character key inter s 作为inter y 作为一旦我按键键 我就买MP3 买MP3是大写的 因为这是自己发明的 大写吧 点play 左右参照 右边是范例 买MP3的play 它就会play了 你按一个按键 它就play 从此它就可以播MP3了 以上就是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东西 那我把程式码弄短一点点 尽量在同一页里头 然后呢 那这个图就交给大家 这图真的有点小 看不是很清楚 我把这事实上再搬走 拉大一点 方便大家做事情 再大一点点 程式码里头 左边第一行 加这个MP3 宣告它 宣告它 宣告一个变数 宣告 下面那边呢 宣告一个真的MP3物件 读档案呢 这边做读档案 然后呢 这边按个按键的时候 我要做播档案的动作 然后这边有个keyboard 它会依照我的需求 去播我要播的音乐 我是从右边 操到左边来的 有这些项次就全部做完了 照它做 也就OK了 那有同学说 老师真的这样OK吗 我们再看看压缩档 还有个地方 比较简 所以基本上 照这写法应该就OK了 因为 这一头 这是它的MP3的使用方法 它使用方法 可是点H档 就把所有东西做完了 点H档就这个 精华中的精华 精华中的精华 在右边 全部程式码 不需要点CPV档案 有它就可以写程式了 所以每个人就把这个档案 下载一下就行了 有它 隐固筋就可以用 你只要在左边写 就全部写完了 好 那我们就关广播 谢谢大家